阿丽的红斗篷 阿丽的红斗篷 文 图 美 汤米 迪波拉 义 张建明 明天出版社 阿丽是一个牧羊人 他有一间舒服的房子 一顶大帽子 一根拐杖 和一群胖胖的羊 可是每一个人都说 可怜的阿丽 他实在需要一件新斗篷 所以到了春天 阿丽就把羊身上的毛剪下来 洗干净 再用刷子把羊毛梳直 然后阿丽把毛纺成沙 但是阿丽想要一件红斗篷 所以趁着夏天还没过完 就去摘了一些做染料用的野果子回来 放在锅子里煮 然后阿丽把沙放在野果子熬成的汁里 染成红色 等到沙干了 阿丽就把沙纺成的线 装在织布机上 秋天的晚上 他又忙着把线织成布 阿丽把布摊开来 放在桌上 用剪刀剪成一块一块 然后又把采好的布 用针别在一起 缝起来 冬天来了 阿丽终于有一件 新的漂亮的红豆棚了 老师的话 视频录制目的 一 是为了让幼儿了解 其实华文绘本也是非常有趣的 希望能以此形式激发幼儿增加学习华文的兴趣 二 是为了方便家长在没有办法进行亲子阅读时 幼儿也能在家里阅读华文绘本 但是 我们更鼓励家长使用正版绘本与幼儿进行亲子阅读 如需购买视频中的绘本 可与汉博联系 拜拜